哈喽,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我是你们的Yuki姐姐啦 然后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呢,是想给我们的观众小朋友带来一个超级超级可爱的 然后是一个我们这个Bibi和Tina,它是一个这个我的快乐小马系列的一个抑制玩具游戏 然后里面呢,会有各种各样的小玩具,可以让我们的观众小朋友呢,或者是小朋友在家玩的时候 带着我们的小马可以在这里骑啊骑啊骑啊骑,然后这边这个小马头的话呢 是可以给它自己进行一个组装,然后还可以给它进行一个这个拼接和设计的 都是非常非常不错,可以让我们的观众小朋友在家里呢,去进行一个骑马的比赛 我们可以先给它进行一个开箱展示 这边就是我们的小马啦 我们这个小马我们可以把它放在旁边 嗯,非常的棒,手感也非常的不错,非常的轻 以下的话呢,就可以把它拿在到我们的手里面 那我们这边的话呢,可以把它就放在旁边 我们看一下这边 这个是它这个小小的说明书 嗯,里面呢可以告诉我们的观众小朋友非常简单的怎么样可以把它这个小马给它组装起来 然后这边是它的一个玩具的一个小的一个书册,小册子 然后这边的话呢,是它的一个专门的这个小的卡片 然后你可以在上面呢,去给它进行一个这个填色 嗯,什么样呢,是去进行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小任务啊,等等等等 都可以用我们这个小卡片呢,去给它放在它这个手上 这边还有它的一个专门的小的游戏卡 然后在前面的话呢,它还有一个专门的这个小的说明 然后里面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可以组装起来的一个小棍子 大概是像这个样子,我们就可以把它组装下来 那我是觉得呢,它这个玩具组套装的话呢 是一个可以适合于两个以上的一个小朋友在一块玩 然后也是非常非常的不错 那每一个角队或者是每一个小组的小朋友的话呢 都可以用了它这个小的这个工具在旁边进行一个这个玩耍 也是非常的棒 那我们在玩的时候的话呢,也可以去进行一个组队 组队去进行我们这小马的一个骑马的比赛 也是非常非常的棒 哦,我们还可以用这张卡片呢,去把它我们的小拐杖呢,把它去吸起来 然后这边的话呢,是它两种卡片 你在玩的时候的话呢,也可以去看一下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图案 那么会根据它的图案呢,去确定你的任务 那它这个蓝色的卡片上呢,都是一些它的小任务 呃,都会非常非常的不错 可以让你去完成它的一个小任务 完成了小任务的话呢,如果你完成了之后 然后会赢得更多的一个卡片 那我们这个小的套装的话呢,是一个适合于我们五岁以上的一个小朋友 呃,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直接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 频道是每天每周都会定期的更新 如果有订阅的话呢,就能够直接收看到我们每天最新推出的一个视频 然后这边是它的一个任务的卡片 呃,在另外那边呢,有它的一个这个答案的卡片 是这个黄色的卡片 然后在它的卡片的背面 就是像这边的话呢,就是一张黄色的卡片啦 然后黄色的卡片里面呢,就是它的一个问题的一个答案 嗯,我们在玩的时候的话呢,是可以相互的进行提问 比如说你抽到了一张卡片 然后你还可以给你的一个小对手 也是,呃,这个扔这样的一个任务卡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棒的 可以相互之间扔卡片 扔任务卡片的一个这样的小的玩具组套装 那我们在,现在我在这开箱的时候的话呢 我都是觉得它还是非常非常好玩的 那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呢 如果喜欢的话呢 不要忘了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 或者是订阅我们的频道 频道是每天每周都会定期推出新的视频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 希望你能够玩的开心 看得愉快啦